东南亚战役 通过这一组老照片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这段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影响 1941年日军在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后 对东南亚实施了全面入侵 此时的东南亚各国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殖民 诸如英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 均在东南亚各国驻有军队 在日军实施入侵的前期 这些欧美列强对于日军有了一种心事 认为矮小的日军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 然而在开战之后 这些列强军队为他们的轻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 东南亚战场被直接横扫 昔日傲气十足的列强军队被围坚的围坚 对破投降的投降成为了日军一路高阁下的战败者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张张照片中去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展开全文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日军部队正在东南亚实施入侵 从马来战役到新加坡战役 再到菲律宾战役 日军俘虏了大量的英军 澳军以及美军 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被俘虏的英军举着双手 在日军的压送下前往战俘营 英军士兵脸色斜满的屈辱 因为此前他们还十分看不起的日军 现在成为了主宰他们生死的人 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日军在进攻马来亚时 所使用的九鲁式轻型坦克 在进攻东南亚期间 日军破天荒地 使用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组建成军 这成为了日军能够快速横扫东南亚的武器 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在菲律宾战役中战败了美军 他们在马尼那街头 一脸狼狈地坐在地上 此时马尼那被日军围困 美军只能选择投降 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在菲律宾战 一中投降的美军士兵 他们在日军的家 送下前往战俘营 在巴丹岛被俘的 美飞联军数量高达七万 这场战役也是美国战史上 被俘人数最大的一场战役 照片拍摄于二战东南亚战役期间 在菲律宾被俘虏的美军士兵 死后 他们经历了恐怖的巴丹死亡行军 大量的美军士兵被折磨致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